不再讓你過誕 阿沙陪你娛樂半小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歡迎大家 多謝你們的參與 如果你們是第一次收看Smart Travel的話 我由今年的2月初知道Kate 海特王菲不見了 一直追蹤這個 追得很貼的 製作了207 陸續更新的 你們按那個播放清單就可以看 平均十幾分鐘一條影片 你去廁所或者等朋友吃飯都可以看 多謝大家 記得幫我進來分享留言點贊和訂閱 多謝 我們先說這個 你知道如果你做過的壞事 不會說沒人知道 現在威廉王子陸續被人找出的風流債 她對一種女人情有獨鍾 大家猜不猜到是什麼 好了 我說了 英女王自從死了一年多多 英國皇室亂到一團糟 簡直是臭屎蜜琴 查理斯接受前列腺手術之後 又被查出癌症 然後海特在1月份接受了福布手術 至今都未公開露面過 皇室又曬出了P圖 令到公信力大減 海特皇妃的媽媽又遭遇到車禍 因為在傳她車禍之前 就是她拿著的Audi 然後司機位的兒子是Kate 但被人說是否剃身 但威廉又捲入了和Rosa的緋聞 多可怕 原本是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你看看這張照片 有隻小狗 但怎樣呢 在一眾的謎團之中 令到人很困擾 當然是海特 有一篇報道是這麼說 她說 Rumours surrounding Prince William's relationship with Rose Hanbury are at an all-time high amid Kate Middleton's recovery 我給大家看 這個 她說 這個謠言圍繞著威廉王子和Rose Hanbury的關係 這個在海特皇妃康復期間 成為了熱烈討論的對象 英國國民也是阿摩花生 關於威廉和Rose的緋聞 謠言滿天飛 英國媒體用了大量篇幅去講述 他們這對緋聞之中的男女 網傳海特也被捅了刀才進醫院 時間是去年12月底 最有趣的是 在去年12月28日下午6時30分 有一名目擊者在海特和威廉一家過聖誕 其實是這樣的 照計聖誕節是12月25日 平安夜是24日 如果是12月28日 已經過了聖誕節 你唯有準備過新年Eve 他說是28日 他說看到一支皇家車隊 火速地開往愛德華七世國王醫院 時間線和網友所說是吻合的 他們說的 我未必一定相信 除了英國的媒體 連英國節目當中也有公開提到威廉和Rose的緋聞 英國人真是加把嘴 你以為他不怕被人告嗎 你說美國言論自由是真的 但英國比美國保守很多 但他們比我們現在多一點 Anyway 在3月13日 當時有一個深夜的Nit Night Show 有史迪芬、Steven 一個節目主持人 在節目中評擊威廉王子和Rose的緋聞 他很諷刺地說 我們都知道另一個女人是誰 跟我一起想 然後就是喬蒙德利侯雀夫人 就是Rose 他說幾個美麗的名字 但你們真的很可憐 Kate 凱特王妃究竟去哪裏 其實無論是什麽情況下 見到Rose Hanbury 她的樣子 一點都不好 你看到她的樣子 手指指的 嘴苗苗的 那隻 哪裏可以吸引這個案子 對吧 好了 我們又說回 現在她公開說 威廉和Rose 但雙方並沒有任何回應和搏斥 更加浮現令到人們很多聯想 聯想她會不會在梳化上 在皇宮某一個角落 會不會是凱特王妃 本身躺在床上 你知道皇宮很大 另外亦有網友爬出了 威廉早就在酒吧地方畫面 他在母池中狂歡 還抱著一個來自澳洲的毛特兒的腰 讓你看一下照片 當時就是這個 我相信以前的 他說 The prince was dancing and singing 他都很狂歡 即是他的抱 我相信這個相片未必是現在的 因為我以前是見過這批相片的 未必是現在的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因為他11年的時候結婚 不知道是否結婚之後都玩 他們據說這個就是來自澳洲的毛特兒 其實外國人 說真的摸這裏很敏感 你說摸肩膀可以 摸這裏的話 至少我不會這樣摸人 你看看這裏 然後他頭貼頭 也不是角度問題 但是一直摸著她的腰 那個是模特兒來的 OK 我們繼續說 他說那些網友爬出了 早前他去dance floor的時候 哇 steading night fever 摸著那個 無特兒的腰肢 哇 展現出和公眾面前 好爸爸好老公的形象 自然不同的 有個畫面之中 威廉王子穿藍色的襯衣 哇 他的身體很繁緊 跟著他的禿頭 人群之中非常搖眼 威廉就動著雙手 表情非常多表情 顯得好像很興奮 很high 另外 亦都說他 之後他的手 似乎是拿著一瓶酒的 旁邊有幾個人 和他一起 很fever 很興奮 威廉前面 坐了幾個男人在那裡聊天 看起來 早已對威廉的舉止 是習以為上 很casual地坐 如果說自己在舞池跳舞 當然無可口非 畢竟王子 他自己是私生活 但之後威廉被拍到 跟那位澳洲的毛特兒 表現得非常親戚 那位的mother model 穿著一個黑色的背心仔 身材高挑 人家做model 當然是fit 威廉抱著女生的腰 女生緊握著威廉的手 似乎有些抗拒 不要啦 水洗不清 尤其是幾分 之後威廉的頭 就靠向model 剛才我給他看 疑似跟對方在角落 說他親吻 我不相信 你自己重溫 往前看 旁邊有一位男士 很淡定地看著他 不自覺 好像不一樣 除了有女模特兒 十分之親戚之外 另外威廉也抱著男生朋友 那個男人就是酒吧的DJ 老實說 我不會完全覺得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為什麼呢 在這些跳舞的地方很會吵 你不控制 你根本聽不到別人說什麼 尤其是我這些隆隆的 威廉就跟DJ握手 擁抱 互相親密 可能他跟對男生也是這樣 他爸爸媽媽 外交的 會不會外交的 因為外國人 寧願一下 很平常 你真的沒有拍到他 據悉那組照片是在2017年3月 那段時間跟Kate結婚 當時他跟Kate已經結婚了6年 相片曝光之後 威廉被指很喜歡蒲伯跳舞 另外在19年的时候就是被人爆出Rose和威廉搞上的 而且Rose亦是一名的无特二 我之前的影片全部都说了他们的身份 现在多赞进来和大家说一声 这个就是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我自从今年2月初知道案件不见了 一直跟贴了这个案件 你们可以在播放清单上自己找回来看 有207陆续更新 很感谢 我继续说完 那时候媒体没有拍到2019年和Rose 因为我一路研究这几个人的家庭背景 其实Rose Hanbury是自小的 和威廉是青梅竹马的 因为Rose Hanbury 就是这个二次小三的阿婆 就是英女王的伴娘 她结婚 所以她们是小家 很早已经认识了 如果是青梅竹马 可能大大下就各自各 你没理由puppie love 当真 很少人 现在皇室卷入了风波 威廉那早的夜店狂欢 想再一次被媒体拿出来 媒体觉得一切都是有迹可尋 她说 That's not the royal protocol New videos from William's big night out show the prince putting his arm around the waist of misery woman stealing Aussie model's hat and hugging the DJ 即是她抱着她 现在皇室的风波不断 而威廉王子的私生活 已经成为民众的话题了 夜店狂欢 今晚匪文传出 令皇室她的形象蒙上她的阴影 再不像以前那样 好爹地好老公 未来皇室是怎样应付这个挑战 重建她的公信 成为了摆在眼前的大难题 公众密切留意着 皇室任何位主要成员的举动 如果说到举动 我们又要说一下哈里 虽然她自己已经不在英国皇室居住了 但她在美国 不要忘记 她和查理斯是playboy 查理斯的父亲也是playboy 现在传出威廉王子也是playboy 那我们也说了 哈里 其实哈里还没和梅根结婚之前 她也是playboy 早前才有个脱衣母娘 说了保持了底裤 买了180万 我不知道是英镑或港元 我忘记了 你自己看看 好了 现在她在美国 美国是住在卡利福尼亚的 哈里王子 去年她在回忆录 叫SPAIR 鼻胎之中 自爆年年时吸毒 引起她持有美国签证 她是质疑的 这个Donald Trump 他正在竞选中 近日他声称 当然是拿这个哈里来说 因为Donald Trump 知道美国很多人都不喜欢哈里 哈里在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 没有诚实地交代自己曾经吸毒过 Donald Trump说 如果我做了总统 我一定会采取适当的措施 你不排阅把他拒絕出境 如果他说 说真的 哈里如果他已经面蒙蒙 难道你甘心回到英国 你未必一定有给他住皇宫 免得他爆那么多料 都寄了几分 这个卡米拉 如果你说他住不了皇宫 他之前 不久之前 在Kate失踪的期间打官司 结果判了出来 就说他 没理由 除了 降低了我去英国的时候 保安的级别 但是他打输了这件案子 他不太好意思住在英国 你变成一届的庶民 但是如果美国也踢你走的话 他可能回到加拿大 但是说真的 没面子 而梅根 这个要面子的女人 怎会任何这件事 所以我相信 哈里在美国 他也不想 Donald Trump 再次做了总统 但是现在很多 比如说 纽约邮报 英国的媒体 JB News 新闻台 在19日 播出了特朗普的宣访 当时 Nidro Farage 那个节目主持人 就问特朗普 就是Donald Trump 他说 如果哈里 申请美国签证的时候 隐瞞了一个吸毒的历史 会不会享有特权呢 Donald Trump 不 我们看看他 看看移民官 知不知道他吸毒的经验 如果他说大话的话 我们就应该采取法律行动 主持人再问 是不是意味着哈里 不会留在美国 Donald Trump 就说 我不知道 不如你告诉我 Donald Trump 你以为他没有脑子吗 他说那些 狂人的用语 其实是一种策略 乙不惊人 世不休 当然 Donald Trump 破过这么多次 产都可以翻身 不是省油的灯 好了 他说 他答过主持人 他说 你可能会认为 移民官很久之前 就知道哈里級 他说 把波交给 这个节目主持人 通常都是open answer open question 就是open answer 好了 又来到这个 超级劲爆榜 就是 谁要赔2亿英镑的分手费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下一条影片 就讲世界上最强的小沙马 你记得进来 帮我分享 订阅 留言 点赞 因为我用了很多心血 找这些资料 令他更加 朴朔迷你 慢慢浮出水面 Ladies and 哈哈哈哈 好了 阿柴表叔 对了 好我现在去一下 我先找一条link OK 这个 哇真的欲霸不能 OMG 怎样呢 啊 OK 好 几点了 啊 39点45分 適合数 好 下一条影片 这个 英镑 那个 哈 哇 我要一卵嘴 大哥 真是 好 我们一会见 多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下一条影片见 否 observer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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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厘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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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